人生就是一场旅途 虽然有许多苦难 但最重要的是 有小伙伴在身边 陆陆通来自中国的功夫小子 在19世纪后期的英国 主张创新的科学家福克 经常进行运输工具方面的疯狂实验 但他却总是得不到 皇家科学院的认可 为此他很是失忆呀 来自中国的小哥流星 为取回家乡的宝物玉佛像 打劫了苏格兰银行 夺回了玉佛像 这招来了英国警方 与中国犯罪组织黑蝎帮的追捕 无奈之下 他化名陆陆通 担任福格的仆人 福克为了争夺古板的 科学院院长的职务 福克和院长打了个大赌 要在80天内 完成环游世界的任务 这一赌就赌上了 他全部家当于前途 陆陆通觉得 这是一个带宝贝回家的好机会 于是隐瞒真相 跟着福克一同走上了旅途 他们先是在法国 遇见了美丽的 业余印象派画家小莫 小莫非要跟着两人去冒险 美其名曰找绘画灵感 但估计多半是闲得慌 两人拗不过小莫 只能答应把他带上 谁知刚来到土耳其 小莫就被土耳其王子相中 要留他下来当第八任妻子 哎妈 你真以为你是个王子 就可以见妞就收啊 福克跟陆陆通当然不答应啊 两人合伙英雄救美 救走了小莫 三人的下一站是印度 这时远在英国的科学院院长 可着急了 他可不想让福克如期完成旅行 于是他让印度警察追捕福克 福克和陆陆通 一路上又是装女人又是挨打 好容易这样躲过了追兵 来到陆陆通的家乡兰州 陆陆通顺利把佛像带回 大家进行了一番庆祝 这时蒙在鼓里的福克 却意外得知了陆陆通的秘密 感觉自己被利用的他 分分钟脑情绪了 可刚走出大门 黑蟹帮就赶来 把三人都给绑了 黑蟹帮小头头 非要跟陆陆通比武切磋 正打着呢 老朋友黄飞红 带着小伙伴来帮忙了 得救后还闹着情绪的福克 继续独自上路 谁知毫无社会经验的福克 一到纽约就被人偷走了 所有的行李 可怜的福克只能露宿街头了 此时陆陆通带着小莫赶来 继续帮助福克完成旅行 这就是所谓的好机友一辈子 与此同时 黑蟹帮头目找到了科学院院长 想要协商合伙挖玉矿事宜 有心计的院长提出了 合作的前提条件 就是要先把福克给解决了 于是在福克旅行的最后一站 三人又和黑蟹帮打了一架 当然最后胜利的肯定是主角啦 这坏人是消灭了 可时间也赶不上了 这时福克终于发挥了 他科学家的作用 他动员大家一起拆船造飞机 三人乘上自制的飞机 惊险的准时赶到了约定地点 可是科学院院长却耍起了无赖 还好最后时刻 英国女王出来主持公道 福克荣生新任科学院院长 终于得偿所愿